大家好,我是Stan 放在小女孩的手中后,将她交给了警方 为了确认身份,警察将小女孩带到了派出所 警方对小女孩的指纹进行了查询 但发现她的指纹并未注册 由于无法得知小女孩的住址和父母的电话号码 警察只能将小女孩带上巡逻车 回到她最初迷路的地方,开始巡逻 警察牵着小女孩的时候,走遍了巷子里的每个角落 然后再次让她上了警车后,移动到其他地点继续进行巡逻 就在这时候,一名男孩看到警车后,挥手并跑了过来 小女孩立刻喊道,是哥哥 这名男孩是小女孩的亲哥哥 他正在寻找妹妹,看到警车后就想要求助 小哥哥看到妹妹后,眼泪就流了出来 接着大哥哥上车后,给父母亲打了电话 告知找到了妹妹后,温暖地抱住了受惊的弟弟妹妹 警方将三兄妹带回了派出所 给他们冰淇淋之,并注册了小女孩的指纹 随后将孩子们交给了赶来的父母 离开之前,哥哥们多次向警察90度鞠躬制限了 在温暖的邻居迅速反应的便利店店员 以及冷静应对的警察的帮助下 小女孩三兄妹再分开约30分钟后,泪水冲锋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唉,我也是真的老了 看到小哥哥一见到妹妹就哭 为什么我的眼泪也不停地流呢? 感谢亲切的邻居和警察官 小哥哥自己还是个孩子却抱着妹妹哭 光看孩子们的态度就能知道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老大果然像老大一样稳重 老二非常有情意又诚实 老三也没有惊慌 这个年纪能够很好地应对情况 还知道马上向大人和警察寻求帮助 父母即使不吃饭也会觉得心满意足吧 看到二哥哥哽咽我还能忍住 但当大哥哥安抚弟弟妹妹时 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虽然你们还是小孩子 但我这个大叔从你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希望你们继续像现在这样彼此守护帅气地成长 奇怪的是 为什么这个影片让我感到安慰呢? 感谢那两位阿姨 便利店的店员和警察们 孩子们啊 希望你们彼此珍惜相爱 听从父母的话 健康地成长 对于泪水重逢的三兄妹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希望大家的今天也是一个温暖的一天 感谢观看